Lio聊世紀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不利的天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地圖 來看一下這把比賽 YO對上抖音阿托馬 兩位都是LY中國頂尖職業戰隊 是不是職業太清楚了 但是頂尖是肯定的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左邊 大約8點鐘方向的亞美尼亞人 是YO選擇文明 文明特性是他的工兵單位是主力 但是他沒有拇指環 所以不管是要用戰毛兵 或者是強弩 或是馬弓 或是他的寶兵复合弓箭手 都會有一定的弱勢在 而且他的寶兵是射程比較短的工兵單位 但是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攻擊 所以可以說是火力最強的工兵單位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劍兵有勢 是可以讓他血量到100滴血的特性 就要點下精灌技術 那他的聖旅科技也是全滿的 甚至補第一個教堂的時候 可以獲得額外的聖物 那亞美尼亞人每點一個恭喜鋸啊 或是挖金挖手 都可以獲得這個40%的效能殘忍 所以亞美尼亞人算是一個 非常經濟型的一個文明特性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抖音 阿痛出生點位2點鐘方向 阿痛這邊是選擇了不列典人 那不列典人的特色跟亞美尼亞人 剛好有個鮮明對比 他是射程最遠的 然後火力也是很痛的工兵單位 而且都是不工兵 所以這場對決就是射程最遠 加上射程最短的火力型工兵單位 我覺得蠻特別的這場比賽 那不列典人他的特色是吃癢的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城鎮中心的木頭造價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上城堡3TC開下去的壓力也會更小一點 那不列典人的城堡可以產出長弓兵 射程可以高達12點 那復合弓箭手只有7點射程 這個兩邊的寶兵單位射程差距差距了5點射程 這個是有點誇張的 那亞美尼亞人呢 不列典人他的騎兵步兵都是全滿的 三攻三防都有 騎兵路線沒有品種會稍微弱一點 但是地龍Style轉肉麻打戰毛兵也是很好用的 那後期不列典人也可以轉槍兵劍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裡阿通拉了一隻野豬 開始往回拉 那這裡有看到這隻野豬 已經吃了第二隻13分鐘拉第二頭 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部分目前看起來阿通的地圖是比較穩一點的 黃金在後面 但是果子在前面就有點難受了 那黃金兩個都在附近前面的位置是稍微有點危險的 可能重點是要守護這塊金或是上面這塊金了 只要一旦有一個黃金被控制就會很難受 好那 YO這邊相反來說就是可以看到他的黃金都是比較偏後方的位置 只有祖精稍微偏側面 但是只要稍微微大一點往外圍 然後城堡插出去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而且果子也在後面 要圍加的話也比阿通更好圍一點 好那現在YO直接使用亞美尼亞的文明特性 黑暗時代出槍兵騷擾的策略 那這個槍兵騷擾真的是有點麻煩喔 好黑暗槍兵騷擾 欸但這個圍好像會讓自己沒有辦法正常伐木 對那個要再圍出來 那阿通最近也分數非常高 記得好像來到2600分 所以可以看到他可以跟YO啊NBL 或者是VIPER他們互相見面了 之前都沒有看到阿通喔 最近阿通是越來越猛的 好那現在中國三大最強玩家 就是肥龍、YO跟阿通 所以最近我的頻道可能這三個玩家 會比較常出現喔 好那現在阿通點下了一擊伐木 那現在看起來喔 落馬開局 還是要拿一點主動權 但是要被戳到了 哎呀好險啊 差一點就被戳到 OK那現在阿通落馬開 待會呢就可以轉攻兵喔 其實不列爹的呢 除了落馬開喔 也很適合裝甲開喔 因為他的綿羊吃的速度夠快喔 所以肉獲取的速度是很快速的喔 所以落馬開之外呢 裝甲步兵也是很適合的 或是三棒棒或兩棒棒的騷擾 轉長弓的一個流程 都是OK的 好這裡阿通出門被打了一下 現在射箭長開始轉攻兵了 哇喔這邊也補了一個射箭長 也是轉攻兵挖金礦 兩邊都是攻兵文明 這一場比賽就會顯得比較有趣一點 因為大部分的天梯比賽喔 可能還是騎兵為主的 畫面比較多喔 好但是工兵呢 只要會玩的話 成型速度之快喔 殺傷力喔 也會比這個 騎兵開喔 還要更強大一點 但是工兵開呢 也相對來說 容易被對方 直接一波打倒 尤其是個頭車阿 弩炮 所以操作起來 工兵的操作要求 是更大一些的 好那目前看到這邊三隻 四隻漏馬沒有要回答就的意思 直接把村民往後拉 然後毛兵 弓兵一隻漏馬 可是往後繞 好這邊想要給對手 最大的壓力 就是直接出門騷擾 好不得一位的防守 結果這個防守 好像有點loss掉了 哇靠 這個毛兵直接走到了城鎮中心外面 直接被擊殺 阿通這一波 損失了一隻弓兵 可能會有點危險 正常來說這邊已經有兩隻毛兵了 拉個村民過來打架 可以輕鬆解掉 但是現在損失了一隻之後 要暫時解掉不太容易 這隻漏馬直接被別死 OK 阿通這一波打得不錯 WOW現在在防守家裡 農田還在繼續撒 來到了13片田 那阿通為了守家呢 現在暫時田沒有撒得那麼積極喔 反正只有8片農田而已 好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場 應該還是要先點個一擊射 好村民拉過來打一下 加上毛兵兩隻就可以擋住了 好如果一開始沒有損失那隻毛兵的話 這裡節奏會更好 好先點掉弓兵 剩下毛兵就可以用毛兵互丟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奇色補下了 好前期兩邊打的算是比較沒有這麼的火力全開喔 反正是小打小鬧而已 但是阿通確實也是被干擾到了一點喔 畢竟拉村民出去打架 跟被對方的垃圾兵騷擾 資源的採集還是會被影響到一點點 WOW這邊還是點下一擊農田的關係喔 所以待會阿通農田會枯解的更早 木頭的消耗量會更大一些 WOW這邊基礎工還是做得很好的 這個經濟阿還有這個村民的配置 都還是世界頂級了 好現在資源量已經領先了快要多少了 哇800是不是 哇這個資源量有點扯喔 阿通阿通這邊 資源量有點追不太上 亞美尼亞人的經濟優勢開始顯現出來了 這個雙面斧增加額外40%的效果 好這邊直接抓掉一隻弱馬 阿通這邊留了三隻弱馬進來騷擾 那WOW如果這邊要進攻的話 這時候其實差不多該出門了 好結果這一波工兵過來 WOW有點小巧喔 被騷擾到了一下 現在11隻的毛兵加上4隻的工兵 阿通開始往外走 要小心喔 哇唷這邊要變身了 戰矛 跟二級射奴兵要不要升一下呢 只升戰矛不升奴兵 投資了一個二級伐木3TC開農的一個流程 好點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哇那這個四隻工兵沒有打算要變成奴兵的樣子 好那現在阿通加一個黃金守住 也開下了3TC 兩邊都是一個3TC開舉流程 工兵都沒有打到太多的東西喔 只有稍微干擾村民彩之院提煞 現在兩邊都是零的 那現在兩邊的TC的閒置喔 都是30幾秒左右而已 所以兩邊的經濟差距喔 就可以看到文明特性的差別喔 亞美尼亞人這裡是雪球 就會滾得很快喔 所以當初我說亞美尼亞人是工兵版的波蘭 有人可能不太理解是什麼意思喔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資源對比喔 就可以了解喔 亞美尼亞人經濟是真的好 所以我也很喜歡玩亞美尼亞人 我都喜歡玩這種特別濃的文明 好 OK 那現在阿通開始慢慢轉一些頭車 工兵呢也升級到了奴兵了 但奴兵打戰毛兵 畢竟還是有點弱勢的 頭車出來才能防守 阿公兵沒有被預判 好危險好危險 好阿通這邊準備要進攻了 騎士工兵開始往前 好3TC能夠正常運轉之後 接下來就不用太擔心 哇喔這邊則是農田打更多 打到了24片田喔 這邊有可能是想要投資個 什麼騎兵開之類的嗎 好 生女過來招牆 頭車過來要砸一發 哇 砸到了兩隻戰毛兵 頭車現在有點無雙 戰毛兵打騎士 可以 頭車直接一發拍掉YO的生女 現在頭車無雙 繼續往前補工程器製造所 阿通並沒有想要讓對手爽爽的過 歪歪這邊則是 才在農 但是只有兩個人挖石頭 看來也不是有想要走寶兵的一個打算 畢竟走寶兵 複合弓箭手 打頭石車也不是那麼好打 看要不要轉個什麼 騎士之類的 加密亞人騎士跟波蘭一樣 都是二防 但是沒有大陸碼 好 這裡預判成功了吧 殘血活了下來 哇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還是被蓋好了 趕快拉一隻粗名過來吧 修理一下 拉兩隻 好 現在阿通點了一隻戰鬥祭司 戰鬥祭司是撿生物很快的生女單位 一般的生女走得還要更快一點 但是不能招搶敵方單位 所以這算是新文明的一個優點 所以生物特別快 那現在不列電人射程呢 也有這個一點的優勢 所以要跟對方的工兵對射呢 是比較劣勢一點的 但頭車出來砸一發 離個一換一 再來一個 再換一下 沒換到 兩邊又一次也一換一 戰鬥兵努力去反殺這個頭車 但頭車殘血被血量拉了起來 頭車再砸一發 沒有預判成功 一隻戰鬧 直接吃了頭石傷害 直接點掉 村民 頭車臨死之前砸到了大量工兵 歪歪這一波秀得很漂亮 用戰鬧兵秀掉了頭車 跟對方的工兵 好 這裡直接補一個城堡 好 頭車要出來了 但是頭車現在出來不知道該打誰 好先拍一下 哇 這個預判 有點痛 又是兩隻的擊殺 OK 這裡貼了痕跡 所以頭車不能攻擊 這裡要怎麼預判呢 往下預判 哇 阿痛阿 好準 阿痛哥 現在有點猛 頭車拍下去 死了一堆村民 好 現在頭車 這個也砸到了 歪歪 頭車也是不錯的 和頂尖高手 玩頭車跟工兵護袖的時候 都有種膽戰驚心的感覺 好 戰鬥技師過來 補個傷害 最後用頭車 收掉了對方頭車 阿痛則是用騎士 砍掉了後方頭車 在兩邊頭車的交換 是打得非常精彩的 細節都是拉好拉滿 阿痛這邊還沒有提升到帝王時代 YO則是時代領先了 那雅美經濟的經濟是真的誇張阿 這個資源是怎樣 贏了6000資源 三個帝王時代的資源量阿 哇 愛恨的YO 經濟怎麼可以好成這樣子 好 那阿痛呢 現在是省出了 城堡 也是想要開始出巨頭鴨子 YO是防守方 選擇了在家來蓋堡 好這裡直接敲掉 那阿痛現在 還是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在前面 待會還是要找個機會把它給拿掉 不然就稍等城堡射掉 好阿痛沒有買賣嗎 一千多木頭賣一下吧 賣掉換黃金點帝王 還是城堡沒蓋好 還是不能點 沒有點這個 周到院跟 大學嗎 看起來大學還沒有故欸 不練點了沒有大學 就沒有長弓 彈道學的優點 好那有可能阿痛上去 也不一定是要打工兵 有沒有可能 城堡也沒有點長弓 這邊有可能是要轉騎兵路線嗎 那不練點在工兵的內戰時候 轉騎士喔 騎士加戰卯的路線喔 騎士也很強喔 所以這邊阿痛有可能是要做這個打算嗎 因為有時候 有一些玩家 遇到不練點就會出一堆戰卯 那如果你不練點上帝王轉 轉騎士的話 哇那個就直接炸裂了 好那現在不練點人沒有打算要轉騎士路線 是正常的工兵開 那亞美尼亞人 YO開始在爆產戰鬥祭司 哇戰鬥祭司是一個很貴的 步兵單位喔 這有可能是世紀立國裡面 世紀立國2裡面喔 步兵 造價最貴的步兵單位喔 但是他的血量可以高達125滴血喔 因為他可以點下這個 精冠技術 可以讓戰鬥祭司喔 血量突破100滴喔 這個125滴血血量是真的多阿 比這個白血劍有還要多喔 這也是步兵血量最多的文明 那現在戰鬥祭司的傷害是11點 那他比較可惜的是喔 沒有辦法再去提升什麼精銳戰鬥祭司之類的 未來應該要給他一個改版喔 可以讓戰鬥祭司可以再繼續強化上去 因為他現在定位喔 有點像是 義大利的傭兵的感覺 所以變得喔 他的出發時間可以算得很早 但是 他的 強度喔 並不是那麼的好 而且也不像傭兵喔 打的速度這麼快 他的特點喔 就是 點殺精冠之後 補血速度會提升很快而已 整體來說我覺得 在實戰喔 並不是這麼的有感 或是有壓之力阿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版本 如果需要 如果要更新的話 戰鬥祭司可能是 需要去思考 要不要去 給他精銳的 一個東西喔 那至於義大利人喔 我是覺得不用喔 義大利人的傭兵喔 因為他可以給隊友使用的關係 所以如果給精銳的話 好像會過強 但亞美尼亞戰鬥祭司 就只有自己可以用 給個精銳應該不過分吧 對不對 好 那現在亞美尼亞人點下了化學 跟惡攻 巨型頭C 開始開拆 現在兩台 對一台 阿痛 現在是 轉出了戰毛跟騎士 還是要轉一些騎士喔 有騎士真的壓制戰毛兵的效率會比較好 結果這邊戰鬥祭司大量走過來想要直接手撕巨型頭C 戰鬥祭司居然已經來到28隻 直接拆掉了 好 戰鬥祭司 插完巨頭之後 開始往右邊的工兵團 開始猛尻 直接尻死了大量工兵 直接被輾了過去 YO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戰鬥祭司直接 加爆了 狐獵點的 全部單位 現在亞美尼亞人 的這個戰鬥祭司爆 最好的打法 就是轉長弓 或是轉輕騎兵 去跟對方打 跟戰鬥祭司的鎧甲 是生旅鎧甲 所以他特別害怕 對方的落馬單位 好 戰鬥祭司 直接拷爛 三弓也拿下了 哇 你看這個血量一直補 呵呵 打完之後 還會在後面一直補血 把這邊的兵團的血量又再拉起來了 哇 2000多滴血 21隻阿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好 那現在阿痛沒有轉弓兵的關係 這邊要轉弓兵嗎 轉個強弩吧 很薄喔 可能快要不薄了 這根薄喔 也是在外圍 很容易被對方拆到 那現在強大教堂 這邊是五個慘人 瘋狂暗戰鬥祭司 好 當歪歐的黃金喔 也是非常強大的喔 花的速度喔 非常強大 資源量現在贏了一萬二 一萬三啦 哇 火力典的經濟有夠慘 可能阿痛喔 是沒有點下二級伐木 跟農田技術有關係喔 這個木頭消耗非常嚴重阿 這個是忘記點阿 打炸打到忘記點 是還蠻常見的事情 很多 也不是很多 有些職業選手也確實會忘記喔 現在阿痛確實沒有注意到經濟方面喔 現在 經濟完全追不上YO 阿痛已經覺得 哇靠這戰鬥祭司也太多了吧 但我怎麼那麼窮阿 黃金只有一點點 而且現在阿痛的黃金喔 全部都在外面阿 戰鬥祭司又要壓過來 繼續控黃金 完蛋了 上面這個黃金也被控住 阿痛只剩下上面這個附金可以挖了 所以這個世紀帝國的黃金阿 位置是很重要的 好這邊圍 但有個洞 尷尬 戰鬥祭司直接走過去開尻 阿痛 心態炸裂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 比賽在這裡 哇最後YO使用了 巨量的戰鬥祭司 直接尻好尻滿 尻爆了阿痛阿 那阿痛這邊呢 應該是可以屌虐對方的戰鬥祭司了 但很可惜喔 他並沒有走一個工兵路線 而是走了騎士開喔 那為什麼要走騎士呢 是為了壓制亞美尼亞的這個戰毛兵喔 但走騎士走戰毛兵的話 兩邊黃金都會消耗的非常重 但我覺得這把的問題 並不是騎士這個問題 而是黃金的部分 還有這個經濟的科技的原因 沒有去補好 所以我們頻道會常說 身帝龍時代的時候 把這個手推車阿 伐木阿 挖金挖石阿 全部點點 就像你開店一樣喔 備完這些料了之後呢 你上帝王 就不用再去注意這些經濟科技了 就專心打架就行了 這裡很明顯阿 阿痛 這把是完全輸在了 沒有點經濟科技在了 這就是邊開店邊營業 然後邊備菜喔 忙到不過來的一個結果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 沒意外了 YO是全贏阿 資源贏了一倍阿 生物甚至拿到了5個太狠的YO 基本功還是相當的扎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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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